出巡,巡答时间共为30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块是我们的很明确的目标 那我们目前呢就是说在这个议题的处理上 那么我们觉得说有些决策点现在还没有到 但是在这个决策点没有到之前我们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来先做好 比如说节电我们大概在下个月我们就会推出个 从中央到地方大家一起全民参与节电的一个活动 我们会展开 对 非常好 这个我也支持 然后另外呢我们也在检视 如果说所有的核电厂都依照它的期程 这个到期不研议 那么我们台湾的这个剩下来的这个新的电源有哪些 然后在新的这些电源里面 万一我们现在计划中或是新建中的这些燃煤电力没有办法 这个到时候如期启用 那个时候会不会有缺电风险 这些大概都是我目前需要做的事情 是 院长 我想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不过我相信朱立伦市长他现在贵为国民党的党主席 他敢公开说2025非核家园绝非口号 这种情况之下院长你是不是应该跟朱立伦市长沟通过这个期程没有 我想我们基本上的方向是一致的 我们跟这个相关的同仁也都讨论过 基本上方向是一致 但是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节电我们可以 需求面我们可以控制到什么程度 我想院长 我们一起参与 然后再缺电会不会有风险也要做一些确认 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要什么配套来达到非核家园 院长 谢谢 因为我知道你是工程师 实事求是 那我虽然不是工程师出身 但是身为母亲 我当然也不敢让我的孩子活在一个缺电的这个社会跟国家 不过我这么长年来敢跳出来反核式认为说 我们事实上不需要核电 我们慢慢的把核123停下来 就是如期让他处意 那核式继续封存 所以我的看法跟朱立伦市长是一样的 我希望说院长如果说朱立伦市长 朱立伦党主席他敢公开讲这个话 表示他有所本 表示刚刚院长你考虑的那个问题 他也考虑过了 或许你可以跟他沟通一下 他到底有什么解决方法 我们还有十年以上的 我们还有十年左右的时间 大家可以来好好确认这个事情 好不好 是 谢谢 那我接下来要请我们院长跟部长看的 台湾2050能源供需情境模拟系统 我觉得这非常的棒 但是我的助理为了把这个图片放大 让这个院长看得清楚 他下面有一个 为了放大 所以他下面有一牌子 结果我就不小心就消掉了 就是能源局 这是能源局跟公园院共同设计出来的一个模拟系统 那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就是说 我们呢 好 来 我们如果说这个经济成长是A 整体产业结构是A 然后所有的效率 能源效率都只处于1最低的状态的话 好 来 我们那个结果呢 我们的这个核能发电是B 核能发电B的意思是说 我们就像朱立伦这个院长讲的 就是核123研议 然后核四封存 到2025的时候 我想请这个院长看一下 他这个还是放得不够大 我想院长你可以看你桌上桌上那个荧幕有出来 就是我们所有的能源效率都处于1 然后就像刚刚朱立伦市长讲 2050我们进入非核家园 到2025的时候 我们的售电成本 是5.09元 GDP的冲击是-1.73 这是什么都不做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核四封存 核123如其除异 然后这个状况 好 来 我们再看下一张 来 这下一张就比较大 好 来下一张 下一张是另外一个情景 来 下一张 对不起 下一张是另外一个情景 这个情景是这样 刚刚的这些我们的能源效率 都处于同样的状况 那经济成长 核电也都处于同样的状况 但是我们把风力发电 陆域风力 离岸风力 跟太阳光电 把它这个紧绷 吹到紧绷 我们可以推到最大的 最好的那个状况 我们的售电成本是3.87 我现在要让这个院长看这个 然后这个GDP的冲击也比较小 刚刚我们GDP的冲击呢 是1.73 负1.73 结果我们把所有的条件都一样 我们把所有的那个再生的人 这个吹到紧绷 推到最高的数值 结果我们的GDP冲击是负0.34 那售电成本反而更便宜 就是3.87 那这个系统不是我做的 也不是环保团体做 这个是能源局 经济部能源局 跟工研院一起做的 来 我们看下一张 那这个呢 这个是这一个 来 下一张 下一张是什么 我们一样 像刚刚一样 我们的这个能源效率 从1提升到2 那所有的发电 核电都维持一样的状况 再生能源 水到紧绷 这个我们推到最高的那个 好 我们的那个 发电成本更便宜 我们的发电成本 是3.79元 是3.79元 所以那那个 我们的GDP冲击是负0.24 好 负0.24 所以 这个 院长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提升能源效率 刚刚从这个系统 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 就是我们提升能源效率 我们的电价会降低 我们的GDP冲击 会更低 然后我们发展绿能呢 反而我们的电价会降低 那可能这个院长 你想说 你这田球警 一向反核 你这可能给你青菜黑白做作 我相信部长站在你旁边 你回去以后 请能源局的人来你旁边 然后就是 转给你看 因为我跟我的助理昨天 我的助理 他自己玩过以后 他自己 转过以后 他跟我讲说 委员 就是这样子 没有错 能源局跟工研院 他所做在这个系统 就证实了我们以前 不断的讲说 反核电 反核 我们没有核电 电价会更便宜 那在 因为我们从国外 得到的许多的讯息 院长 这个像我去德国 德国的人 早就告诉我说 在他们而言 再生能源 早就比核电还便宜了 不过我想这个田委员 这个 几点 抱歉 打断你一下 第一个 田委员愿意用这个 一个客观的一个 决策辅助系统 这样一个 这个 这个 calculator 来作为讨论 能源议题的一个 一个基础 我想 这个我们 这个很高兴 那另外 当然田委员 刚刚所做的这些解读 我想我们会进一步了解一下 那么另外呢 就是所谓德国的电 这个 再生能源等等 我想还是要强调两点 第一点 再生能源没有办法做积宅 没有办法做积宅 没有办法做积宅 再生能源发的一度电 跟这个燃煤电厂的一度电 或核能电厂一度电 是不一样的 另外呢 他的价格 基本上还是偏高 到今天 甚至德国还是偏高 还是在 政府大量的补贴之下 才能够维持 所以我想这些也还是客观的事实 好不好 院长 德国的这个问题 我非常的清楚 我请教过他们的官员 包括之前 马总统去致辞的时候 我也在场 马总统讲说 德国 这个飞航的幸运 这个 德国的电价高 那我们要调高 这个一块钱 他就被骂到臭头 结果后来 德国政府的官员 要上去致辞的时候 总统已经离开了 他说非常可惜 马总统不在现场 他说台湾的电价跟德国的电价比 根本就是香蕉跟苹果比 是没有办法比的 因为德国电价的整个 他们的构想 他们的构思 他说德国电价 他们加了很多的税 他们为了让他们的国民节能 他们加了很多的税 故意把电价弄高 那绿能事实上 只占那个电价一小部分 所以我想 很多的税事实上 拿来补贴绿能发电的 我想 院长如果你有空的话 我们要讨论德国的电价 你给我时间 我带的资料到你的办公室 我们好好坐下来讨论 不过我接下来 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请教你 我刚刚秀这些图片给你看 只是要让院长知道说 我们从工研院 这不是环保团里做出来的系统 从工研院 从人员局做出来的系统 你好好的去看一下 包括刚刚我们所设的那个经济成长A 就第一个经济成长A 他讲的非常的详细 就是2013年到2030年 人经济成长是1.5% 然后 2031到2025降为1.0% 他这个情境他都设定好了 我只是按照他们的情境 大家全民参与 我们来想办法能不能减2% 好非常好 我们大概会来推动这样一个节点 这个就不是一个模拟器的假设设定的问题 而是要真正究竟我们可以做到多少的问题 我们现在来做做看 非常好 院长我支持你 因为小英主席他也支持 就是说 而且他也公开讲说 我们共同努力来省下一座核电厂 我现在不光是一个口号 我现在设定具体数字 然后中央到地方大家一起做做看 你可以设定具体数字是因为你执政 你现在有行政资源 这是我的责任 那小英他是公开讲说 我相信这表示我们蓝绿的立场都一样 这一点是在能源会议上有共识的 而且我相信做得到 为什么 因为首尔市长呢 这个省下一座核电厂 是首尔市长2012年宣布的 然后他本来两年的时间要完成 结果提早半年 到2014的6月他就完成了 我们来努力看看 是 我相信一定可以 如果一个首尔市都做得到 我们整个国家是绝对做得到的 我对台湾有信心 我对我们的国家有信心 不过接下来我想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核废料的问题 这个核废料我想跟院长讨论一个状况 我常年返核 除了说核电不安全 除了说台湾的地质 我们断层密布 地震平仁这个国家 是不适合发展核电的 何况呢我相信朱立伦市长 跟我有同样的看法 就是核一核二中间 有一个活动断层 山脚断层 现在以现在最新的调查报告 它已经有七十多公里长 然后再调查下去 我相信会比特隆普断层还长 然后离两个核电厂 核一厂五公里 离核二厂七公里 这么的危险 那恒春断层 现在最新的调查报告出来了 它整个恒春断层 活动断层 离反应炉才七百多公尺 在欧洲任何国家 都会立刻停掉这个反应炉 但是呢我们台湾现在 还继续在运转 所以我们每一天 都是非常的危险 跟提心吊胆 好 我们先孤不论 孤且不论这些 让我们提心吊胆的条件 我们来看看核废料 那之前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李远泽院长 他公开支持核电 他认为为了解决全球暖化 核电是可以选项 我还曾经亲自去跟他沟通过 无解 但是福岛核灾之后呢 他回到台湾公开 开记者会说核废料无解 所以他放弃核电 他向全台湾的年轻人道歉 说国家是属于你们的 你们要站出来 那翁启会院长也公开的 表示说核废料真的是无解 那当然在全国人员会里面有一些年轻人跳出来说核废料绝对有解 甚至于扬言说可以放在他家的浴室 那真的我也不知道 无言以对了 这是永和涌到这样无厘头的地步 不过我们今天回归现实面 就是说我们高阶核废料 我去圆人会的网站上 拉下来到今年的二月底止 我们的这个燃料棒已经有这么多了 已经有一万多数 那我看了一下我们的主存容量 我们的主存容量 核一核二核三三厂 加起来是一万九千两百八十二数的高阶核废料 就是反应录里面用过 那当然我知道核一二三如期运转完之后 绝对不止一万九千两百八十二数 为什么 因为核一厂现在已经爆完了 它已经装不下了 我们只要看这个表就知道 它到今年一月 它只剩下九数的容量 但是我们核一厂 要到这个民国 我们要到民国一百零七年 才会这个厨艺嘛 所以它现在这个问题就出在这边 我想院长我现在跟你讨论 就我们的高阶核废料 未来会超过一万九千两百八十二数 好 那如果我们现在 我们台电为了要让核一厂继续运转 它这些冷却池里面的 用过的高阶的燃料棒 核一厂核二厂要拿一千两百数 送到国外去境外处理 然后呢里面的钱是一百一十二点五七亿 我除了一下 每一数的处理费用将近九百三十八万 那如果我们九百三十八万 我们看一下 院长 因为我知道 昨天我们台电董事长跟我说 他们只送一千两百数 不会一万九千多数都送出去 但问题是 如果境外处理是这么的好 这么的有道理 这么的值得 你照理讲 你就应该所有的送出去 这应该是整体性的一个规划 而不应该只送一千两百数 所以呢 有一个台电的员工就跟我投书 他说核废前坑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行政院跟立法院 一定要好好的来追踪跟重视 那我就这样算了一下 九百三十八万 如果我们乘以一万九千多数 就一七三五 就一千七百三十五亿 为什么我要算这个给院长听呢 院长 这个也是在我们的网站上 和后端基金的网站上 我去拉下来的 我们和后端的营运的费用 的估算说明里面呢 高放最终处置是一千三百八十二亿而已 一千三百八十二亿 这个院长你如果看一下 你桌上的那个会更清楚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台电员工跟我讲说 这个投书啦 事实上我不知道他是谁 他就寄到我办公室来 他说这个 我们的一开始 我们的高放最终处置 只编了一千三百八十二亿 证明什么 证明说我们这些和后端基金 当时呢 只算到境内处理 我们这些钱 根本不算境外处理 我们这个每一度电 课0.17元 做和后端基金的这个钱呢 事实上没有算到境外处理 好 来 我给院长看了这个表呢 就是说 我们从民国76年 开始 每一度电 每一度的核电 抽0.14 民国78年变0.15 然后呢 我们 0.16 到82年 开始 到现在 0.17元 我只要跟院长 谈到 我跟院长谈了这么久 谈到这里 是要让院长看一些 看这些资料 因为台电的主管 来我办公室 我跟他讲说 和后端基金 当年就只是为了境内处理 民国76年的时候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 有一天要境外处理 对不对 他跟我讲对 但是现在在立法院咨询的时候 他当然公开 他不敢承认 所以 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昨天 经济委员会 我们把我们境外处理这个标案 暂停 说要等预算通过之后 才可以进行境外处理的标案 那院长我想请教 当年我们和后端基金的钱 完全没有包括境外处理的钱 我们 就算和后端基金的预算通过了 也不可以拿和后端的钱 和后端基金的钱 来做境外处理 对不对 我也要跟委员报告 照我的了解 这个可以送到境外处理 是台电在最近几年的一个努力方向 可能跟他当初设基金的时候 这个背景不太一样 这个我都了解 问题是不可以用和后端基金的钱 我来说明一下好不好 那么这个 然后呢 就是要送境外处理 当然也涉及到国际很多的一些一些协商 等于说这是目前是一个尝试性的一个计划 我想这个 立法院这边做出这样一个等于说 暂缓的一个决议 我们尊重了 但是我会跟委员报告 我大概会要求经济部去做一件事情 因为经过这样处理以后 这个的核废料的 不论就体积来讲 体积变6.7倍 没有没有没有 将来如果还要20年后还要送回来的话 体积是缩小的 放射性也是减少的 所以在那个情形之下 在原来1300多余里面 院长日本已经做过了 体积就是6.7倍 没有没有没有 我想基本上它是 我看到的就是五分之一啦 放射性只剩下百分之四啦 所以在那个情形之下 那个是玻璃固化的部分 但是我们在整个在处理的过程中间 他碰到那些燃料的这些液体 仪器任何东西设备 他最后都打包送回来 所以整个体积变成6.7倍 这个我想等一下这个 我会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想我要说明的就是 我会要经济部去做一个计算 经过处理以后 将来20年后再送回来的这些东西 我们再处理所需要的这个成本 跟原来是整个 成本体积 本来是百分之百的这个放 就百分之九十六 还剩下百分之九十六 这个放射性的东西 变成只剩下百分之四的时候 在处理上的成本 是不是可以降低 这个中间是不是有取舍关系 这个假如是不是可以 可以因此云出一个一笔预算 将来我们来做境外处理 因为我认为减量 对不起打断你 减放射性 基本上还是一个基本方向 是是是是 我知道 我也期待 我也期待如果真的可以 但问题是院长 我们都知道 台美原子能合作协议 美国在这个合约上 协议上签说 如果是要送到法国 就不用再跟美国人重新谈判 这种情况之下呢 天下皆知 最后就是法国的Ariba公司 会来承担我们的这个 再处理的问题 问题是大家都说 Ariba公司快倒了 如果Ariba公司倒了 法国政府会给我们负责到底吗 这个是牵涉到我们政府 跟法国政府的谈判 所以我的意思说 这个东西院长 你身为行政院长 这个事情你都要了解 而且要确定 而且要对外好好的公开 我们跟法国政府到底谈了什么 不过有一点我想 我想拜托院长 来我们下一个PowerPoint 就是我们处理核废料的成本 到底是多少钱 院长就像刚刚你讲 你说要好好了解境外处理 我们处理核废料的成本 不只是境外处理 我相信我们英国76年 我们当时每一度店 客0.14元的时候 事实上完全没有去算到境外处理 因为境外处理非常的贵 对啦 我刚刚就问委员包 我要算一下这个取舍 因为我处理以后 它的量 它的各种性质性不一样 我是不是还要像以前 固定那样的成本来做 院长我话还没讲 你听我一下 云出空间来做境外处理 院长因为你是工程师 所以我请你仔细的想想 民国76年 我们每一度核电只客0.14元 那个时候是完完全全没有去想到境外处理 然后我们后来是物价指数调整 我知道我们那个收支办法里面 营运办法里面 有这个 可以随着物价调整 所以我们从76年 老实讲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随物价调整 也太陷了 我们是从民国82年就开始0.17元 到现在 核后端基金每一度还是0.17元 我们民国82年到现在 你要按照物价指数 都已经涨了几番了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核后端基金每一度0.17元 我觉得也是不对的 而且当时真的没有算到境外处理的钱 所以院长 我是觉得说 今天我的重点在这里 就是你要送到国外处理 这是另一个领域的问题 我现在要谈的是 你要送到国外处理 境外处理 问题是 不可以用核后端基金的钱 因为核后端基金 当时民国76年 从每一度电0.14元起跳 就没有算到境外处理的钱 跟委员报告 如果我们将来会这样用 我也不认为我们要全面往外送 一部分 我们就算它那个取舍 tread off中间取舍出来 我可以挪出多少钱来做这个事 我们就做那个极限 我们把整个总量还是要降 院长 我在把我的那个问题 在缩小范围 就算你未来不是全部都要送 你现在只送了1200数 113 113亿 将近113亿 这113亿也不可以用核后端的钱 我跟委员报告 核后端就是拿来处理核废料的啊 问题是你当时你的 你的那个核后端基金 你现在每一度电客0.17元 根本没有算到境外处理的钱 所以我跟委员报告嘛 就是说我要算这个取舍嘛 所以你现在另外拿了113亿出去的话 你未来真正处理核废料 你就钱就不够啦 没有跟委员报告嘛 你要占有子孙吗 就是说这个1000多数 事实上他过去如果要10块钱 我经过处理以后 如果只需要2块钱的话 我就8块钱就拿来做处理费 如果可以这个账算得清楚 我们就用这个算法嘛 好 那我们就把账算清楚 但是我只是要跟院长讲 一分钱一分货 我们当时从民国76年0.14元开始 到现在才每一度电客0.17元 这个绝对不够 这个本来就大大不够 你现在又拿了113亿去做境外处理 这只会使后代子孙 真的要处理我们的这些核废料 最终处置的时候钱根本不够 所以这个是再留子孙啦 院长我今天要跟你讲的重点就在这里 所以我说我们会来算一下这个取舍嘛 好 如果你要用核后端基金的钱 来做境外处理 院长 部长 主委 你们要好好的算一算 核废料的成本到底是多